4月15號醫院第一次跟我們說明 有腦幹腦炎水腫 然後它的肝功能指數很高 就是肝臟損傷很大 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 醫院有在問我們說 他之前有什麼慢性病 或是抽搐的這些病史 我們說都沒有 我們都是健康寶寶 所以4月15號醫院 告訴我們是這樣的狀況 到4月16號的時候 雙和醫院的陳院長 召喚包含我們的醫師郭主任 他告訴了我們的中央 已經跟雙和去討論 包含台大還有馬接醫生來會診 像我看過兒人 他們覺得在這個狀況之下 雖然兒人的肝指數很高 可是目前也只能先投瑞德西尾 去救治試試看 那瑞德西尾有一個副作用 他對肝的功能很不好 所以他兒人的肝指數已經很高 可是當下沒有其他的先例 或者是可以更好的建議的救治方法 所以我也只能同意展開施與瑞德西尾 然後醫生告訴我們說 施與瑞德西尾或許有一線的希望 然後就是看後面的生理的功能能不能慢慢恢復 先把病毒殺掉 所以我們在4月16號的時候 傍晚醫院開始投入了第一次的瑞德西尾 最後還是 那隔天他的白血球數量有上來 原本他的白血球都是零 測不到白血球 代表他的免疫功能完全不見了 所以隔天他的白血球數量有上來 然後到晚上的時候他的百分之百的氧氣濃度可能已經可以調降到80% 可是到了4月17號 呼吸自己說不行 他的氧氣調降之後 他的血壓脈搏又偏低 所以又把氧氣濃度調為百分之百 這時候我們大概心裡有一個底用 我們知道說 氧氣已經用到百分之百 然後一線的生涯也用到百分之百 那瑞德西尾你已經打第二天 你的病狀都沒有改變 那昏迷指數還是三 我們心裡有一個底 可是我們還是抱著一線的希望 希望能再多幫他做一點什麼事情來 那就大家新聞後面的故事 4月18日 10點11點 開始一路打來說 人的心跳血壓開始下降 問我們願不施與第二線生涯的藥 我那時候其實不是很懂我 還不想發現希望 我說同意讓你第二線生涯藥用了第一種劑量 到4月19凌晨又打來說 第一種劑量已經生不上去血壓還是持續往下掉 我跟我老婆決定 我們不要讓他那麼痛苦 我們也問過了照顧我們的醫生 他說這樣對的確是讓他更加痛苦 只是延緩他的生命而已 不一定會有幫助 而且他那時候病況已經身體 身體功能可能也壞了 身體整個都水腫水分排不出來 我們不想要他最後去當小天使的容貌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放棄了 那到凌晨3點46分的時候 一個讓我們在夫妻穿著隔離衣陪伴之下 讓兒恩走完他的人生的最後一程 我兒恩就是要平白無褲就消失了 那我4月17號在醫院第一次跟你視訊 你也答應我 你會全力協助 叫我們好好保重身體 然後你也會請雙和醫院好好治癒兒恩 治療兒恩 那等到我們出院到現在 兒恩的最後程我們都弄完了 我們一直都沒接到你們後續的專案的報告 我不要講專案報告了 後續的我當初跟你要求的東西 你都沒有整理給我們了 沒有衛生局任何一通電話 沒有消防局任何一通電話 我的恩就是這樣子平白無褲 就被你忘記了嗎 1922的問題或是地方的問題 你要告訴我啊 你要給我一個報告 畢竟他是全台灣的第一例 這是讓大家對我來說是真本同心 對台灣來說也是第一例COVID-19的重症 怎麼可能就這樣子輕易的就把它忘記了 而且中間是81分鐘延誤 我不應該 我沒有資格獲得一個真相 我沒有拿到這個真相 我覺得我對不起我兒子 他送進醫院的當下我不在他身邊 他已經昏迷了 他沒看到爸爸 他出院了 他移開醫院 他也沒有看到爸爸 他不知道爸爸在他旁邊 所以我常常跟教會們有說 我覺得我對他虧欠的大事 我沒有給他足夠的溫暖 讓他感受到父親的陪伴在他身邊 所以我想在平復我的心情之後 我跟我老婆佐世又想 總覺得要幫有人追究出這個真相出來 在81分鐘等待 總要有人告訴我原因是什麼吧 我先不要講這是有人為過世 你告訴我是哪個環節 出了問題 然後政府機制以後怎麼改 雖然做了這些改善 我偶爾不會回來 可是我心裡的那個坎 我被化解 我可以知道說 我的偶爾為什麼81分鐘等待 是這樣子的 你讓我明白真相 我沒有真相 我過不去那個坎 我覺得生活很辛苦 我當然還是會努力撐起 可是我每天醒來 我都在催眠我自己 就是我在做很長的夢 然後我寶貝應該還在我的窗 我的窗的另外一邊 然後在媽媽抱抱的懷裡 我應該是這樣子 我每天都抱著她的衣服在睡覺 因為我根本就沒辦法忘記她 就是我想要表達 我只想要一個真相 給我真相 化解我現在一個很沉重的心情 我每天醒來都 都想說今天是一個夢 我都不想面對這個現實 因為沒有人給我真相 這就是為什麼我想要跟我老婆 憑藉我們的能力 去掉月通年紀錄 我們去釐清了 我們真的沒有做任何的疏弱 當下我跟我老婆分別的電話 是一通接一通 照那個時序在打的 我能想到當下 在那個時空環境之下 疫情時空環境之下 各種管制之下 我們能做都錯了 那最後救命到119 為什麼是這樣對待我們 我在這邊沒有要責怪119 消防同人的意思 因為我知道119很辛苦 我自己的父親 在我從小的時候也參加了異校 我也參加很多消防局的一些活動 或者是員工旅遊 所以我知道他們工作很辛苦 我沒有想要責怪他們 我只想要新北市消防局的弟兄幫忙我 提供我一個真相 你們救護紀錄 通年紀錄 我老婆跟你們的對話 請你們幫我還原 讓我知道為什麼有人要等待這麼久 現在姊姊健康恢復了 姊姊的心情 雖然姊姊是幼兒園 他應該也需要一些心情的平復吧 是 所以在醫院當下 雖然我們跟他說 弟弟現在算是很嚴重的病 然後還在另外一個病房的治療 然後他說他也想要跟去看弟弟 可是我們夫妻當下會擔心害怕 就是他幼兒園的年紀 看到弟弟身上插滿了管子 手腳 嘴巴 鼻子 插滿了管子 他看到這些 他應該會那個惶恐或是那個印象 我覺得對他這個年紀太小了 我不想讓他看到 所以我們跟他說弟弟還在治療 醫生鼠主還在那裡幫他吃 然後4月19凌晨當天 醫院通知我們血壓快速往下掉 要多少心情準備 還在問我們說要不要帶弟弟去看他 我們想到那個狀況 還是比較好 把弟弟最美好的回憶 最俊俏的臉 最可愛的表情 留在他的心裡都好 默奔 甚麼都要是 拜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